大家通常都认为自然死亡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相对于因病去世 不用承受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但自然死亡真的没有痛苦吗 眼前这位老人由于年龄过大 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 在一星期之前已经拒绝进食 连水也不能多喝 只能拿水果滋润一下口腔 老人以肉眼所见的速度快速地消瘦下去 这样的生活直到老人离去 另一位老人在八年前患上了卵巢癌 失去了自理能力 但勉强还能吃饭 可这样的情况没能维持多久 医生只能通知老人家属 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任何治疗的意义 可还是希望能够对母亲采取治疗措施 但用来维持母亲生命的药物 不仅没有起到作用 反而令母亲承受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负担 母亲表示不想忍受身心的折磨 决定放弃治疗 儿子做了一番思想斗争 又不得不放弃 只能尊重母亲的想法 在母亲仅剩的时间里 一家人选择陪伴在母亲身边 直到母亲安然离去 这种死亡方式与大多数人理解的自然老死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很多老年人在谈论到死亡时 都希望在睡梦中安然离去 中国14亿人每年死亡就有900多万 因病去世和意外去世所占比例最多 极少数人是随着年龄增长自然老死的 人的身体是依靠身上的细胞不断的分裂运动 身体的各个器官不断的工作 还有了年轻人身强力壮 吃麻麻香的身体 对于老年人而言 身体器官细胞在减少 各个器官也在逐渐衰竭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项机能也会下降 生命也在一点点流逝 大多老年人会产生疾病 例如心脏病 脑血栓 高血压等等各种不同的疾病 对于病入膏肓的人来说 自然死亡也算是一件好事 可自然老死这种说法 在美国并没有得到认同 根据美国专家调查研究 发现在自然老死的病例中 有大多数人并没有找到具体的死亡原因 无法决定这些人是否属于自然老死 看似平静的死亡 却不知道是否经历过其他的痛苦 在美国的病例中 不会出现自然老死的字眼 同样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副教授 杰西卡·汉弗莱斯有着几十年的安宁治疗经验来说 他表示大多数人所期待的自然死亡 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样幸福 相反要承受很大的痛苦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他大多数照顾即将面临死亡的群体 在治疗过程中 这类人群反而表现出很强的求生欲望 他见过太多的患者所承受的病痛折磨 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 这种止痛药物少之又少 患者只能接受最自然的方式 默默地承受身体上带来的折磨 尽管现在有各种先进的医疗器械 在治疗中也会接受身心一次又一次的痛苦 他作为安宁医生 首先要教会病人如何正确面对死亡 让这些人面对死亡不再恐惧 相对平静地安然离去 但对病入膏肓的人来说 显然自然死亡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并不能减轻病痛带来身体上 以及精神上的折磨 无法忍受这种长期带来的痛苦 平静的死亡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奢望 但这种奢望并不是没有办法 我们经常听说的安乐死 在西方国家来说是幸福的含义 那些生命垂危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 在长时间接受精神和身体两个极端痛苦的人 就可以选择这种无痛苦死亡 只要年满19周岁的成人 不管是否患有疾病都可以申请填写 维持生命医疗意向书和维持生命医疗计划书 这两项意向书明确表示 不接受生命治疗 在患者未来即将面临死亡时 或者患者极端痛苦不能忍受时 在患者有意识的嘱托后 必须由医生执行 吃下安乐死组织机构提前准备好的药品和毒药 只需短短几分钟 患者就会平静地离开 但这种安乐死在中国并不允许操作 如果违规操作反而触犯了刑法 总而言之 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增加自己的幸福指数 还是要加强锻炼身体 才会减少疾病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